要讓你的文字要換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我有放在單變數 這上禮拜有提過 還有一些行別 那底下的話 轉換我有講過了 轉換這三個比較常用的 還有Type上禮拜有提過 然後再來的話就拖曳資源 所謂拖曳資源就是說 有些 有些資源 像是我們要換行的話 其實在拖曳資源裡面有提到 就是你只要打一個這個就可以了 反斜線N 就是換行 這個我想如果你以前有學過Java 應該都知道了 另外的話呢 換Type的話就是 有沒有 定位點 其實在Word裡面就定位點 這個比較常用到 其他幾個大概比較少用 或者你要 在你的那個什麼呢 在你的字串裡面輸出那個什麼 雙引號 你會發現雙引號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 再讓它出現雙引號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再多加一個什麼反斜線才可以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呢希望怎麼樣 做出一個效果啦 然後分別來看喔 就兩個問題 第一個 我希望呢能夠在這邊 可以幫我怎麼樣 輸出的時候呢 幫我把它變成小數點的 第二位 小數點第二位 剛剛是一串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變小數點 第二位的話 有兩個方式 其實概念跟VBA 裡面差不多 Excel裡面是 可以用run的嘛 那如果說在 Python裡面是不是也 類似的做法 其實類似啦 如果你要run的話 要不你就是在這邊 外面包run的函數 那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麼多顆啊 你如果每個都包的話 其實會花比較 可能 程式會變得比較容易 所以你可以再往上看 你會發現喔 它的來源 它這邊有個floater floater如果你今天希望 把它變成 只有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其實只要這邊 做一個轉換就可以 其實run的非常簡單 如果以後呢 你希望喔 那個小數點 它已經轉換成floater之後 那當然小數點很長一串 可是如果你只希望它留下 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un的 ROUND應該都會拼了 前刮弧 那用法呢 跟VBA幾乎一模一樣 後面呢 逗點 如果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就輸入多少 2就可以了 後刮弧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啦 其實就run的前刮弧 再逗點 兩個後刮弧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執行一下 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 請輸入 剛剛是一串嘛 我隨便輸入一個 這不是我的體重 不過蠻接近的 隨便輸入 Enter OK 你會發現 這邊就出現了 BMI 有沒有 本來是26.83 一串一堆 對不對 現在的話呢 他就只會留下小用的第二位 這個方式 是最簡單的 他這有沒有run up run down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印象中是沒有 印象中是沒有 因為在以色列裡面有個run up 個run down 印象中好像沒有 對對對 你可能要 他不叫run up 他不叫run 他是另外一個名稱啦 OK 但是呢 他是必須要把 那個mass import進來才有 import mass 不然他預設只有run的 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比如說你要取那個 無條件捨去 進位的話 那個不叫run up 不叫run down 他函數名稱可能 可以查一下 但是呢 那個東西 他沒有內建 他沒有預先幫你載進來 你如果要那個功能的話 需要把 另外要匯入一個mass 的類別 他才有這個功能 應該可以理解 後面還會提到 好啊 這個是第一招 那第二個 你想說 老師可是問題 我希望這邊 前面加個 Enter 換行 第二個問題 我如果今天希望換行 然後呢 再加評語好了 評語 冒號 稍微過重把他搬到這邊的話 那怎麼換行 OK 所以我剛剛提過 換行的話 記得 請你在這個地方 前面呢 我們先加評語好了 假設我今天是 在邊加一個評語好了 切一下 這邊如果是 評語 冒號 評語 然後冒號 OK 那 這個地方會出現評語 可是還是會接在他後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不要接在那個 BMI的數字的後面 而是讓他換行的話 你只要在評語的前面喔 記得是字串裡面 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N就可以了 反斜線N OK 特別注意喔 這個正斜線跟反斜線不要搞錯了 這個 左上到右下是反的 正的是 右上到左下是正的 OK 特別注意喔 這不要搞錯就好了 好 然後呢 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換行 然後 評語 冒號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最後底下一樣 所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底下這個都貼 貼 貼 貼一下 這邊都貼一下 好這樣的話呢 就會換行 評語過輕 那我們試一下喔 來執行一下 這邊的話呢 假設一樣 隨便 輸入一個 身高 體重 然後身高 Enter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本來他的 評語會是 接在他的後面 但是因為我加了一個反斜線N的話 他就會有個效果 就是幫我Enter 有點像Enter換行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要加在後面部分就OK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兩個地方喔 第一個 就是 用Round Round的錢瓜糊 豆點2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 讓你的 只要是有小數點 四捨五入的話 好 那第二位 如果你要取第一位 你就E就好了 E之類推 第二位的話 你要換行 加一個評語的話 其實 這樣的話 感覺就會 比較完整一些些 如果你以後輸出的結果 好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 就有同學說 老師 那Round 如果我不用Round的話 我希望用像那個 Excel裡面不是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嗎 Format Format 就是用那個格式的部分 其實這個概念跟 Python也是差不多的 不過 這個 Python的話比較麻煩 怎麼說 因為Python 像我們Round可以直接在這邊用一次就好 可是如果你要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總共有這麼多個 你變成你要每個都用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還是Round比較簡單 但是我順便講一下 後面好像還會再提到 如果你要用格式化 假設我用過輕的 第一個 你就不需要轉型 應該第一個 你要先把Round先拿掉 Round 做了等於你後面在格式化 等於多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 你要針對這個 這個變數 去做格式化 到 小數點的第2位的話 你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是一個 先給個格式的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 跟這個變數中間 必須要用一個Person 去把它做分隔 意思就是說 前面是指的是 那個變數的格式 特別說如果你要 有問題 是 他也不能在 BMI格式化 如果你在 BMI格式之後 他底下這個判斷就出錯了 出錯 因為你格式過了嘛 你格式化之後呢 他就會不認得 你格式化之後 那就要比較就會出錯了 所以你不能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當然 最好是就直接格式就好了 可是問題 你格式化之後 他就不認得 他就沒辦法 做 後續的判斷了 所以很麻煩的一點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RUN的 比較OK 但以後如果 不是的話 你可以 用這個方法 那特別重要 前面是格式化 一個Person 然後一個變數 裡面的話 記得 那個格式的名稱 有個固定的用法 一定是Person 一樣是Person 如果你要小碎 第二位的話 點 2 F 就可以了 點2F 這個點2F F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針對 F大概就是 Float的縮寫 我要針對 你 如果裡面是 Float 就是浮點的資料的話 那我就幫你格式化到 小數點的 第二位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只是說這個可能 要記 比較不容易啦 不過 等一下有拍照好了 也許我們用拍照 然後給各位參考 這個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我不用RUN 的話 我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把它執行一下 也許 因為我只有做一個 也許 輸入一個比較輕的 假設他的體重是50公斤 他的身高是190 那變竹竿的 OK 那一定是過輕的 那 因為我只有做一個 我們直接 Enter來看一下 我沒有用RUN的 所以上面沒有RUN的 但是我是利用這個方式來做 Enter 有沒有發現 結果呢 是跟剛剛RUN的 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但是特別注意喔 其實裡面儲存的資料 是不一樣的喔 這個概念跟 Excel 也是一樣的 RUN的 真正的就已經幫你把 變數裡面的 那個詞 45錄了 但是呢 這個是只是表面格式化 他只是 讓你看起來是13.85 但是實際上後面還有 他只是沒有 讓你看到 所以其實 這個概念跟Excel裡面 是一樣的喔 OK是相通的啦 只是說 這種表示方法也還蠻常用到 所以兩個順便講一下 當然還有第三種 不過我想第三種先不要講好了 我覺得太多種 你們可能會記不起來 所以一起你們先試著做 第一個 上面用RUN的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後面把平宇加一個這個 這個就是換行 然後呢 在其中一個先試試看喔 他跟底下的差別 其實第一個喔 我是先把 10吋先拿掉 因為 他不需要轉型的 他是直接格式化就可以串接了 所以等於是格式化之後 他好像也幫你轉成自串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在變數跟 他前面的格式 中間一定是個person 那格式的話一定是個自串 自串的開頭也是個person 後面的話就是你要做什麼格式 點2F就是取到Sherine第二位 那未來其實 其實在那本上空書裡面有提到 就是用 什麼呢 Person D的話 就是 就是整數 Person D Person S就是自串的意思 所以後面我們還沒提到 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 兩個重點 一個是 如果我要取到小數點 第二位的話 可以用RUN的 跟用Person的方式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那個 脫逸字元裡面的換行 就是反斜線N 這個反斜線N用到的機率 機會還蠻大的 因為常常我們會希望輸出 那個 文字 可以 換 多換幾樣 不然的話全部穿在一起 就 不是很 那個文字表現就不是很明顯 所以呢也會用到 另外反斜線T的話 也還蠻 就是 另外點 這個有點像 在 底下方的那個什麼呢 Console裡面 如果要輸出一些 資料的時候 當然自串 你需要給他一些格式 可以用剛剛講的這些方法 試一下 就好 說